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特朗普选择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 这一决定在华尔街引起了哪些波澜 贝森特的选择显示出特朗普似乎不想在金融市场上引发恐慌 反而选择了一位被认为能够稳定经济的专业人士 这位曾在索罗斯基金工作且创立对冲基金的候选人 如何能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华尔街之间找到平衡 成为了一个挑战 不过,贝森特的稳定性能否抵挡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市场动荡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他的任命可能会影响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尤其是面对中国的高关税计划 这可能会引发通胀和市场的不安 随着特朗普在任期内越来越关注市场动向 贝森特是否能维持市场繁荣而不与特朗普的激进政策相悖 将是我们接下来要密切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究竟会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其新一届政府内阁中的一个重要选择 即财政部长人选 这一选择不仅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也在华尔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CNN的报道 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候选人为斯科特 贝森特 Scott Besant 贝森特的提名与特朗普之前选择的某些具有争议性的内阁成员 形成了鲜明对比 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和稳定的选择 这一决定让华尔街的投资者们感到放心 因为贝森特被认为不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 作为财政部长 贝森特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和引导国家的经济政策 而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堪比橄榄球比赛中的四分位 必须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下表现出色 如果特朗普选择了一名激进的财政部长候选人 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的不安 从而给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增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然而 华尔街对贝森特的选择反映平静 甚至有些人对这一选择表示赞赏 曼哈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乔治·格洛克 Judge Gluck表示 贝森特被认为是最受尊敬和最有能力的候选人之一 这位候选人不仅与传统的商业和金融团体保持联系 同时也保持了与特朗普忠实支持者的关系 这表明 特朗普在选择贝森特时 避免了激进派候选人的扰动 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尽管如此 目前尚不清楚 贝森特是否会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提出异议 他是一位相对较新的特朗普支持者 曾创立对冲基金P-Square 并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投资官 上周 他在福克斯新闻上 发表了一篇支持特朗普政策的专栏文章 在特朗普与传统商业领袖之间的关税问题上 贝森特重申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的价值 此观点在历史上得到了两党的一致认可 担任财政部长的一个重要职责 是在经济或市场动荡时期 保持华尔街的冷静和信心 即防止市场小波动演变成恐慌 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有力竞争者 在特朗普的圈子中 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部分人士 曾主张选择一位能带来改革的候选人 例如Kenter Fitzgerald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 卢特尼克 Howard Lutnik 然而最终卢特尼克被选为商务部部长 这一角色在市场决策中相对不那么关键 贝森特的稳健特质 可能是特朗普最终选择他的原因之一 BTIG政策研究主任埃萨克 博尔坦斯基 埃索克·波特尼斯基认为 虽然贝森特和卢特尼克 在关税政策结果上没有实质性的分歧 但他们在与公众 立法者和外国官员沟通时的性格和经验 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这一选择也表明 特朗普在管理国家财政时 仍受到一些约束 特别是在华尔街的影响力方面 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的 亿万富翁对冲基金投资者凯尔巴斯 凯尔贝斯表示 贝森特比他见过的任何人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他对市场动向非常关注 将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视为其成功的晴雨表 特朗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市场的各种里程碑 与其前任的做法截然不同 因此 贝森特的任务是试图在实施 符合特朗普议程的政策的同时 保持市场的繁荣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市场多次因其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而出现波动 2018年12月 由于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 市场遭遇动荡 如果类似情况在2025年重演 特别是特朗普承诺 对中国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市场的不安可能再次爆发 经济学家警告称 这些关税可能引发通胀 此外 投资者和CEO 可能会对特朗普计划驱逐 数百万无证工人的政策感到不安 此举也可能推高通胀 如果特朗普试图推翻 现任联储主席鲍威尔 投资者的反应可能非常负面 因为特朗普与鲍威尔的关系 一直紧张且复杂 作为财政部长 贝森特需要与中央银行和白宫密切合作 这使得他的角色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 贝森特被视为一个稳定和专业的选择 这可能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 安全的财政政策管理者 以平衡经济增长和市场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背景下 贝森特的角色将会非常重要 而他如何在这一职位上表现 将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 感谢您收看本期突发事件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 贝森特 Scott Besant 无疑是个安心的选择 比起以往那些 让华尔街经的哑口无言的激进派 贝森特的登场让金融巨头们松了一口气 毕竟财政部长是个经济四分位 需要的是能够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下 精准引导国家经济政策的高手 如果特朗普选了个激进派 可能会让投资者手上的咖啡杯掉个底朝天 增加特朗普经济一成的风险 但贝森特的上场至少让大家觉得风平浪静 甚至获得了一些赞赏 在华尔街 这可是个不小的成就 不过 贝森特是否会在特朗普的政策面前 举起反对的旗帜 这还是个大问号 毕竟 他的支持来得有点新鲜 而且他还在媒体上发表了支持特朗普的言论 贝森特强调关税作为促进贸易谈判的工具的价值 这恰恰是特朗普政策的一个核心争议点 而财政部长的一个关键职责就是在市场动荡时保持冷静 防止小波动变成大恐慌 贝森特的稳定性 使他成为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 毕竟在特朗普的团队中 稳定性可是稀缺资源 然而 特朗普圈内还是有一群推崇变革的人 认为应该选择如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k 这样的变革者 但最终 卢特尼克被选为商务部长 这个决定也许在市场上引发的波动 不如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角色 贝森特的稳定性和过去的经验 可能正是他最终被选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市场波动对他的影响可谓是日日新鲜 特朗普经常将自己的成功与市场走势联系在一起 贝森特的挑战则是在实施特朗普政策的同时 保持市场的稳定 然而 这并非一事 尤其是在特朗普宣布要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后 市场的反应可不总是那么友好 如果特朗普再次启动贸易战 或者在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问题上开战 市场的反应可能会让贝森特和特朗普都头疼不已 贝森特的角色将至关重要 他需要在特朗普的政策与市场反应之间找到平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